昨晚行政院周围不平静 签名警力前进行政院 手持棍棒盾牌 出锅驱离行政院静坐学生 警方第一波在行政院后方 北平东路天津切口 展开驱离行动 跟现场学生民众展开激烈 推挤冲突 到今天凌晨为止 警方已经逮捕了 二十几名现刑犯 警察除了手持棍棒之外 盾牌不断往学生方向推进 学生不为警方人力越晚越多 持续呼喊着退回服帽口号 警方凌晨开始展开六波驱离行动 4点25分开始 动用两部镇报水车多泊喷水 驱离盘踞行政院正门的抗议群众 不少民众丢职攻击震报水车 还有警察从行政院闯出 对学生进行冲撞 导致学生措手不及 也对警方叫嚣 双方发生冲突 由于警方大约从今天凌晨开始 左右拉人 谢长廷跟学生手拉手躺在地上 抵抗警察的驱离 但最后远然不敌 优势警力 而当时也在现场的民进党前主席谢长廷 眼镜被喷飞 身上衣物也全湿 头部还受伤 他表示警方派出镇报水车驱离 直接对学生喷洒 还有警方持盾牌推挤 因此有不少的学生受伤 现场是一片混乱 警方镇报警察从0点8分开始展开 攻坚驱离行动 期间一再发生流血冲突 导致许多学生受伤送医 现场学生跟反服貌群众 不断高喊警察打人 警察是否执法过当 目前也有许多人要追究 打人警察是否该负刑事责任 记者行政院综合报导